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一个朋友他假结婚的故事 我这个朋友呢他是一个男生 其实在假结婚在美国这个事情上啊 女生比男生要容易 因为你要找一个女生跟你假结婚 其实很难的 就比方说像珊珊姐啊 或者珊珊姐身边的朋友 是没有一个女生愿意去假结婚的 别说你给十万美金 你给二十万美金 我们可能都不会愿意 一个男生他想要找一个女生假结婚的话 不仅仅是金钱就会把你主导在外边 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对于女生来讲 在美国男生找女生 其实是很难的 那我这个朋友呢恰恰 正好他是一个男生 但是呢他并不是在我们华人 特别多的地方 他是在美国一个中部 就是那么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他当初来美国是来留学的 然后他学的是驾驶飞机 所以他拿的签证跟普通的F1还不一样 好像是M内的那个签证 他是来美国学开飞机的 但是如果他是留学生的话 他学了出来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现在国内的航空公司的话呢 他是必须要由国内航空公司派到美国来这边 学开飞机回去才可以顺理成章的 进入航空公司去当副机长 当机长这样 可是如果你在美国自学 你学了出来以后 你回国走工作还是很难的 然后你留在美国呢 你也留不了 因为你没有身份 所以他在学了几年开飞机以后 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假结婚的一种方式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么一个方式呢 就是因为他在留学的过程当中 他认识了他的女朋友 他的那个女朋友 那是真谈恋爱啊 然后他那女朋友呢 是有身份的 然后两个人谈了几年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 但是女朋友的家里边就嫌弃 他只是一个留学生 然后没有身份 女朋友的妈妈就不同意 觉得他是不是就徒这女的身份来的 所以谈了两三年 最后都快毕业了 然后这事都还没有谈定 然后这个女生呢 是一个乖乖女 就很听他父母的话 跟我这个朋友呢 就分手了 所以我朋友呢 是恋爱恋爱没成功 然后身份身份没拿着啊 但是人家跟这女生啊 前期谈恋爱 并不是为了这个身份来的 但是呢 就通过这谈恋爱的时候啊 这女生家庭就非常 非常非常的去 care这个身份的问题 所以他也觉得 他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拿到一个身份 所聊天说 他想要通过假结婚的方式 然后呢 他就通过朋友 给他介绍 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小地方啊 华人其实是蛮少的 然后他就说 他一个朋友的 朋友的女儿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 就是一个很远的一个关系 并不是很近的一个关系 说他的女儿愿意 帮他这个假结婚啊 然后这个费用还收得很便宜 当时他跟我说 好像当时只要了他两万五 还是多少钱 我说那这个合适啊 这个价格 我说你别说两万五 他跟你说八万 你他能帮你拿到这个身份 就不错了 我说那你得赶紧啊 然后过了半年没多久 他就跟我说 这边女生没答应 帮他去拿身份 不知道什么事情啊 就变卦了 对方这个拿假结婚的 这个女生就变卦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成型 但是呢 这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他自从有了假结婚 拿身份的这种方式 结果呢 有一天就好巧不巧的 他就出去星巴克买杯咖啡 然后旁边呢住了一个胖胖的一个女生 是个老美 一个老外 那个老美呢 因为那他所在的城市特别小 对中国人特别少 那老外呢 对中国人就特别好奇 然后对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就特别好奇 两个人喝咖啡 喝喝喝的就聊到一起 然后这个女生呢就对中国文化特别特别的有兴趣 然后两个人呢就加了这个联系方式啊 然后两个就聊聊聊 聊到后边啊 我这个朋友呢就跟这个女生说 就说他想 这个通过假结婚 打假结婚的方式 去拿到这个身份 绿卡对他未来开飞机啊 他如果拿到身份以后 他就是外籍机长 外籍机长回到中国 不仅是收入很高 什么各方面 那肯定是 那都别说找什么女朋友了啊 那中国的不是去之若物了啊 这个所以他就说 跟这个老外的这个女的谈这个事情 结果这个老外女的好单纯啊 因为他很小的女生 才23岁 那老外的女的 就是那种典型的 美国人的那种 那种就是胖胖的那种 就是身材啊 然后但是特别单纯 因为大学毕业 以后自己在沃尔玛工作 然后呢 工作也很稳定 收入呢 也很稳定 他报税的话呢 就刚好可以照顾到他 所有帮他申请身份 所有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说 他并没有需要额外去付出 多的一些 半生的需要的这些税收啊 这额外的支出啊 这个老外女的居然就答应了 因为这个老外说 他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 他想要在两年以后 离了婚以后 想要去到中国 然后也想通过这个男生 未来在中国也可以去帮助他 所以他愿意 无偿的 无偿啊 请大家注意啊 无偿的去帮助这个男生 啊 然后我就说我这个朋友啊 简直是磕头碰到天 上辈子是做了多好事 烧了多少高香啊 居然有一个女生 愿意无偿的去帮助你取得身份 而他唯一的要求 就是说你在两年以后啊 他去了中国 你也能去帮助他 他想要到中国去学 去学习 去留学也好 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也好 那这个女生呢 就这么就同意了 然后两个人特别顺利的 就去领了证 拿了这个结婚证啊 在他们那个小地方 然后还请了双方的朋友到场啊 然后呢 把这个结婚证 因为开始租了一个公寓嘛 然后他就搬到这个公寓里面 跟这个女生一起合租了嘛 然后就帮自己女生负担 他的这个两年 他们结婚内的这个房租啊 这些东西去负责 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 我觉得哇塞 我这个朋友真的是好运啊 因为他是前两个月刚结婚的 然后跟我打电话 然后我跟他说 那你也得蜜月旅行啊 我说欢迎到威加斯来 他说可能五月份吧 然后他会到威加斯来玩 我就会带他老婆过来 哇我真的 我觉得他把他跟他老婆的照片 发给我 我觉得只有美国的女生 才有这么单纯可爱啊 居然还能无偿的去提供 这个帮助真的是 让我非常的感慨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建议他啊 就是你不要去想到两年以后离婚的 拿到正式旅館离婚的事情啊 我说你在这两年当中 你一定要对这些女生好 我说这些在美国 真的是打着天安门口的灯笼 都难找的这些女生 我说你最好能接受 你就假戏真做了 我觉得这女生这么好 对吧 除了就是我们中国人 理解不了的就是身材不好嘛 就就因为美国女生都是那种 那种类型的那个女孩 我说其实在美国 谁也不认识你 你找个什么样的 别人也不会说 带着带着有色眼光看你啊 你又不是生活在咱们中国啊 你带着一个这么胖的美国媳妇出去 人家会看不起你啊 或什么的 我说你在美国谁管你啊 对吧 你未来是要在美国生活的 你去过去人家的这个眼光干什么 我说你在美国都是关上门来 各国各的 本来美国就是以家庭为生活单位的 对吧 我说你就不要去想到说 你们是假结婚 你是两年以后一定要离婚 我说其实在这两年当中 你就算两年以后真离婚 在这两年当中 你也应该是无条件 没有任何限制的去对这些女生好 我说你 其实我觉得真的女生用我的话来讲 关完灯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不管女的也好 男生也好 你关完灯不都一样 你跟谁睡不是睡吗 对不对 我说上哪找这么好的一个女生 我说你剩两年 你真的该对人家好 如果能假期真做就假期真做了 他唯一的担心就是觉得这些女生 就是我不是我们中国眼光里边的这种美女 就是身材不好 我说你又不是要回来要回中国工作 对吧 你就是在美国 那你先通过两年的深入了解 如果你真觉得不合适 你再离婚也不迟 如果真的合适 我觉得这么好 真的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婚姻 我觉得 所以我就建议我朋友 真的在这两年 一定要对这些女生好 最好是能假期真做 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其实蛮看好他们 一定要去见见这个美国的这个女生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可爱了 所以假结婚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的话呢 就是说 其实 世上的事情真的说不清楚 当你努力的去 为了你的想要的目标去奋斗的时候 也许 他就会在播远处等你